Lun Sang 车路上 Lun Sang 车路上 Lun Sang 车路上 我在重庆郊区的山路上 开了这台风行T5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有比较多的复杂的路况 上山 下山 我在这台车上找到了 既熟悉又有惊喜的感觉 我先说惊喜吧 最大的惊喜来自于它的动力 这台车我现在开了 这个是一个1.6T的发动机 1.6T 之前风行是没有的 哪来的呢 原来这个发动机是有宝马的血统 基本上就是宝马原来的那台1.6T的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的数据很漂亮 实际的感受其实要更好 因为它的低扭相当好 我们知道涡轮其实低扭是一个弱点来着 但是这台车即便是1000转 你轻轻点一下油门 它的扭矩都是很充盈的 所以在重庆的一些山坡上 即便是堵车走走停停 这车启动的那一下都很有力 然后它的中段的扭矩随着转速的提升 又很畅快的转速往上提 同时你能感觉到扭矩一步一步的爆发出来 2000转 3000转 4000转 这个扭矩是线性的提升的 然后它的高转五六千转的时候 你就放胆的踩 整个发动机的声音是很顺的 现在我来讲一下它的变速箱 这车是一台7速双离合 可能很多人一听双离合 而且自主品牌双离合 就会觉得会有顿挫 会不完善 首先这台双离合 它是来自伯格华纳的 大的供应商 所以硬件不用太担心 第二点 它的整个真实的表现 其实还是很顺很舒服的 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发动机够好 因为很多人都会单独去评价双离合变速箱 其实这是不行的 不是你的变速箱怎么样 而是你的发动机 能不能把这个动力提供的很充沛 同时每一段的转速 它的动力都是衔接的很好的 现在这台车就做到了 所以双离合变速箱 只是做了它该做的事情 选对合适的档位 然后当你车速慢下来的时候 它就悄悄的降一挡 任何时候你踩下油门 动力都在这 所以这个车动力 我觉得真的是很高的分数 那好了 这就是这个车给我最大的惊喜了 然后接下来我说一些熟悉的感受 那就是底盘和操控 其实风行这个品牌 我对它的以前的产品也很熟悉 从它以前的MPV 到风行锦翼的X5那个SUV 其实我个人开了挺长的时间 那现在这台车上 其实我能找到